地雷姑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恭喜主上 玉潇姑娘 这是有喜了 有喜了 嗯 雨萧,你真是给了朕一个大大的惊喜。 这可是喜事啊,为何你会有些不安呢? 朕知道,朕知道你为何会不安了。 但不管怎么说,你是为了耶律皇族严明子嗣,这是大好事啊。 只是朕从来没有想过,与你之间会有孩子。 这得感谢,腾以天神的保佑。 只是,朕的身体恐怕是…… 朱生,你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。 你会看到这个孩子,出生长大,然后看到他成婚生子。 是。 朕相信,会有这一天的。 什么? 你说主上撕纳了一个妃子。 这个妃子,已经怀孕了。 正是。 而且主上为了她怀孕的事,还花了一万罐为他们母子祈福。 呃,那个…… 说。 皇后那边却被瞒得蜜不透风。 哼,她还真大方。 一万罐。 龟吟,备车。 我要进宫去。 我倒要看看, 这位女子有多么地倾国倾城。 王妃, 你是想把这件事立刻告诉皇后吗? 怎么? 要不, 你再想一想。 毕竟夫妻之间这种事, 谁去说, 都是里外不讨好的。 桂颖姑娘, 王妃是皇后的姐姐。 皇后的事情她不管, 谁还能管。 是啊, 我得去关心关心我的好妹妹。 让她知道, 她那个男人可靠不住。 还得是我这个亲姐姐, 为她着想。 别到时候为了一个男人, 断了姐妹情。 二姐有什么事, 直说无妨。 我说了, 你可千万别生气啊。 燕燕, 咱们可是亲姐妹。 我说这些, 可都是为了你着想。 你看看你, 日日如此辛苦, 既要管理朝政, 又要照顾她的身体, 还得兼顾着孩子们。 可她呢, 竟然背着你, 有了别的女人。 还, 还怀了孩子。 怀了孩子。 二姐说的此事, 可是真的。 是真的呀。 燕燕, 当初她棒打鸳鸯, 强行选你进宫, 现在呢? 她都做了些什么? 竟然如此待你。 谢谢二姐告诉我这些。 燕燕, 你自己, 好好想想吧。 我, 你不留下来, 让你烦心了。 赵王妃说的事情, 你可知道。 奴婢该死, 奴婢也是刚刚知道的。 还有呢? 她是渤海的贡女, 名叫玉霄, 有运之事, 也是迪里姑前天刚刚诊断出来的。 见娘娘忙于震悟, 就没有及时禀告。 还请娘娘责罚。 大辽即将要降生一个皇子。 我作为皇后, 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 此外尽, 什么热令我现在给了母带, 鸢